自由是什么 郑先生是这样理解的 就是说自己想起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如今的他却深陷在他眼中的家庭牢笼里 动弹不得 年过半百的他 每天都在长须短叹 生活不自由 可刘女士却毫不客气地指出 如今的家庭经济拮据 伤痕累累 恰恰就是因为郑先生太自由了 她的自由给这家里带来 这无尽的伤害 她进一步告诉我们 这个男人弃婚姻寻真爱 都是因为这荒唐的自由 或许因为曾经受到的伤害太深 刘女士此刻已经心灰意冷 她也要去寻找她的自由 恰在此时 郑先生却猛地一脚刹车 告诉我们自己打算放弃自由 想复婚了 比如说我叫这个家庭 我也寄过孩子 我也愿意放弃一个什么自由 这对曾经的夫妻 怎么突然就角色互换了呢 待到调解开始之后 听到父亲要复婚 女儿当场就急了 我甚至不希望 她和两个人在一起 我迷恶她们分开 自由究竟给他们家庭 带去了什么 郑先生和刘女士的关系 最终又会走向何方 敬请期待 今晚的金牌调解 荒唐的自由 有问题来调解 来调解没问题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 大家好 我是张婷 欢迎本场调解员胡建云 欢迎胡老师 欢迎观察团 各位成员 欢迎大家 欢迎双方当事人 刘女士和郑先生 我们了解一下 两位当事人的诉求 想解决什么问题 17年是7月份 我没离婚 从这个高中以后 她叫我回来了 叫我回来 有没有复婚 有没有怎么样 就是一直到现在 离了婚这么久 就是我想给她 彻底地断掉 就是说以后 不要再有往来 这七年的时间 是离婚不离家的状态 对 郑先生 你的诉求 我的诉求 叫她复婚 我的意思是 就是想到 跟这个孩子 有个完整的家吗 我几个孩子吧 只是为了孩子们 为了往后的生活 也是 她的想法 想彻底分开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也不知道 她怎么想的 一个是肯离婚 却不肯离家的妻子 一个是同居多年后 突然要复婚的丈夫 这对男女 一系列的迷惑行为 让人看得摸不着头脑 戏聊之后 我们才得知 其实他们的生活 一直伴随着 拮据与窘迫 两个双胞胎十九岁 儿子十八岁 我们这个家庭 发现 你没事想象不到的 就是经济条件 对 不太好 不是不太好 而且是很不好 三个孩子 两个已经上大学 一个即将上大学 而夫妻俩却都只是 最基础的体力劳动者 在这样的经济条件下 家里的每一分钱 花出去都得深思熟虑 爱好享受乃至自由 都属于极为奢侈的概念 可偏偏 郑先生有一个 无法解除的小爱好 我就跟他讲过 说有三个小孩子 不能你做什么 都要三四点后洗 他做了什么呢 就是抽烟 我就不喜欢他抽烟 加上他有以前 得了那个干烟 他拿了个检查单 就是说叫他进烟 抽烟 我就是打个比方 跟他听 比如说今天有一点钱 或者说去买一锅面 去买一锅什么东西 我们可能一家人 就能够吃一顿 我就说你去买一锅烟抽了 你有底部的包 有底部的 我就说你就可以不抽 在我们的条件下 我就再三就叫他 他说他进烟 他他的反应就是很强调 他就是说不进 他也说过他要烧烟 烧烟就是自由 反正不管你怎么 不论你怎么样 反正我就是要抽 我就是要我自由 哪里嘛 就是说他是叫我不抽烟的时候 我就当着他都没有抽过烟 就是我们做的是农村 做的苦力活 累了的时候抽干烟 就缓解一下那个压力 我们抽烟不是很厉害 那个对家庭的经济压力 肯定是不是很大的问题 我就是说你选择 哪一样 就是说你选人 还是选家庭 还是选这个抽烟 你要抽烟 你选烟 我们就离婚呀 他就是选烟呀 那么坚定就选择我要自由 听到他心上心烦嘛 就是说一说的是离婚 没别的说法 因为抽烟的走的 这个离婚 这个肯定不可能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不可能嘛 刘女士 当他说我选香烟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有犹豫吗 我犹豫啊 因为我们到明镜区去了好几次 很多次 去了好多次都是我说不理的 我就是想到 我要是真正离了 那个小孩子 三个小孩子 要跟着他 我就是说 一个方法下 如果他没这个能力 他就是把我这点 把我裂拉死了 他就是说 每一次你去离都不离 他还是这样子 他就一意孤行 他就是说要去离嘛 那你后来我来生我就想了 我说我这样子高 我也这样子太苦了 既然你都不怕 我也不怕就离嘛 就这样子我们就离了嘛 那是一时冲动 冲动 对 离婚了 因为我也可以 那既然你是当下是一时冲动 那后面他说 去明镜局去了好几次 是他提出来不离了 你也丝毫没有改变 为什么呀 说不清楚 自己都不清楚 嗯 说不清楚 时隔七年 回看自己当初的决定 连郑先生自己都觉得羞愧无言 牺牲婚姻 换得的吸烟自由 任谁看 都是不可理喻的亏本买卖 索行 他没有一直这么糊涂下去 他又叫我回来 他说你回来 我们好好过日子 还是跟我说好好过 他主动打电话给你的 对啊 我就想到他在家里 也只要看到我父母 后来将我回来 我就回来了 还是有家的牵挂 对 相比独自照顾三个孩子 刘女士的回归 无疑让郑先生大大松了一口气 但与此同时 他胸膛里那颗向往自由的心 又开始蠢蠢欲动了 除了香烟 这个男人还想要更多 他就是说他想走就走 比如说你以为什么 蹭一下子 蹭两句 或者说怎么样 反正他不在里面讲 不高兴就走 他就走了 他就去打工了 打工我们没联系 既然你走嘛 我就说你走嘛 反正我就在家里忙 那他打工的钱会寄给你吗 他没有啊 这么多年没有跟我一份钱呀 从而要年龄9月份8月29号走的 反正没跟我一份钱过 反正你回来了他走了 他回来我就走 我回来他就走 就这么过着 没办法呀 有没有小孩子啊 说话讲一句 我们投资的不是投资了个鱼嘛 鱼汤嘛 投资了几万块钱 买鱼苗飼料 他忽然发觉我吃了烟 他就马上中断你的 开支的时候 什么鱼汤钱啊 飼料钱啊 他都给你断工了嘛 他生气就会这样 对 都没有经济来源嘛 导致那个鱼汤就失败了嘛 家庭孩子要上学的 消费钱 他都要叫我管嘛 他都不出嘛 然后我就说 我就去打工嘛 我就说 他不是说你打工钱 并没有寄回家吗 那个是开玩笑的嘛 那个孩子的上学的 生活费都是我出的嘛 那个时候 按月 按亮 对 后来就是22年 22年真月 我就说你去打了工嘛 你就小孩子报名 我就说你要拿钱出来 既然你我打工就我出钱 你打工你就出钱 他就没办法 他去借的 借了5000 这个5000块钱 都是我给他还的 他根本就没有怎么打过钱回来 既然你出去打工 赚不到钱 我就说我去打工 你还是在家里 把家里管起来嘛 我到成都去 我去做了十多天 那个时候 小孩子很小嘛 他们就说 晚上起来上厕所 就没人 都去打牌了 时常起来都没人 郑先生意外地发现 只要离开了刘女士身边 自己连呼吸 都变得自由了起来 于是 这个男人 开始借着打工之名 越来越不着家 而就在刘女士 为了三个孩子的学业 整个家庭的生计 日夜操劳的时候 郑先生更是暗地里 玩起了年轻人的 浪漫与暧昧 如果咽喉疼透 你就冲一袋 咽喉疼透 复方鱼心草颗粒 冲一袋 如果变桃体炎 你就冲一袋 变桃体炎 复方鱼心草颗粒 冲一袋 如果急性咽咽 你就冲一袋 急性咽咽 复方鱼心草颗粒 冲一袋 咽喉疼透 变桃体炎 急性咽咽 你就冲一袋 帮其牌复方鱼心草颗粒 健康有我 丰奇集团 拿这一颗 不吃 婚姻问题 家庭矛盾 财产纠纷 朋友冲突 工作麻烦 你真的要翻你还是怎么样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 怎么办 解决矛盾 选择调解 请拨打 0791-8834-0791 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 提供帮助 保障权益 解决矛盾 静期卫视 金牌调解热线 0791-8834-0791 来调解 省金省利 不花钱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 金牌调解 现在通过金视频 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下载金视频 进入和添加金牌调解社区 可以和观察员们 零距离的互动 今天的节目现在继续进行 去年过年 她就拿她的手机 拿给那个小孩子 我女儿就好奇心看一下 看一下就看到 是她的那个白月光 那个女人就给她划微信 过年的28早上 12年多 打了个2000给她 后来就说300500的那样子 就说打给她坐着家 什么人呀 因为是她的真爱 就是白月光 就是孩子发现了 这个转账的 对 我就叫她 拿她的手机去查 你就就花了她多少钱给她 她就说她没有 她就不 心思她都不 判我伤害那个女的嘛 聊天记录 哎呀 多的 郑先生 真的是白月光啊 我都不信 去年我不是在工地上做事吗 内股固定了三根 就是叫那个复工 复理我们 对 给她好多好多钱 就是说好的 到时候都要发了工资嘛 过年的时候 给她打了2000块钱过去 按你的说法是付工资 嗯 是真的 因为按照她所说的 你不仅仅是转钱 还有一些聊天 聊天一路啦 给你听的一路啦 那那个聊天的内容 这里 是对方要你发给钱给她啊 前面还有什么要买裤子啊 买买什么的 虽然还是说没什么颜色 什么颜色 再给我发2000块钱嘛 郑先生说我就这几千块钱 对方说那不行1000吗 对啊 好的 头叫 头叫的 郑先生自己说先拿200做指甲 200块钱做完了美甲 发了一个成果图 刘女士 你做过这样的指甲吗 没有 我就是什么都没搞过 就是我对说气得我不得了 我才去做了一下头话 就是四号 前年跟我搞这些 我都觉得很变扭 我从来没搞过这些 她对这个女人不是很好 而且还是痛塌入骨 就是她 哎呀 怎么说呢 也是不对了 你不是跟我说你说她就是跟你不一样 她就比我好 她对我的事乱说的嘛 她都说这个女人跟女人哪里不一样嘛 她说你问你哪里不一样 我说你怎么回答呢 我说肯定不一样 那个人哪里不一样嘛 哪里不一样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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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说我没这么多年 你没拿钱跟我们买过衣服 你去拿钱给别人买衣服 买裤子 买这样买那样 她说你对妈妈就是一卷关心 温暖的话都没有 她什么反应啊 她就她问我的女人 她就说我没有你这种孽子嘛 她就这样子嘛 你跟她聊过吗 我也跟她聊过啊 没有结果的 我也难接受啊 但是不过说我很难接受 我都是都说不上去啊 因为我没理到分了嘛 郑先生眼里装的是 家人的娇称与美甲 刘女士心里装的是 泥地里一茬茬收不完的庄稼 同一屋檐下 有人成全了自由 有人成为了代价 在郑先生对刘女士的付出 视若无睹的时候 家中也有一个人在暗处 默默地记下了一切 喂 你好 郑先生 妈妈告诉我们说 之前他们那个闹矛盾的时候 你很难过 然后 是过年那次吗 嗯 过年那次是因为 他们离婚之后 我认为他们离婚 虽然说是离婚了 但实际上他们还是 会因为我们三个不想去再婚 或者再嫁 然后当我发现爸爸 手机上面就出的时候 我一直到感觉这个家 好像再也回不去了 然后 就非常地伤心 觉得再加肥了 就是 虽然他们离婚有很多年了 但是 他们各自的那个状态 还让你们感觉到 我们还是一家人的这种希望 是吗 对 因为初中那会儿 初中的时候 未学费都是爸爸在家 照顾我们的 虽然说他没有像妈妈在家一样 把家看顾得很好 但他至少当时是管了我们的 因为那是已经离婚了嘛 初中的时候 他至少尽到了一个父亲的责任 他管了孩子们 后面高二以后 就妈妈在家照顾我们 因为高中要生活费 要学费 然后爸爸他是出去打工 他说了给我们 找生活费 找学费的 但是他没有做到 然后反而是妈妈在家干着龙活 给我们出钱 他就把一个责任 给到了一个女人身上 然后我们都给爸爸打电话 发消息 他不接 不接电话 高二高下的时候 我当时可以说是 我很恨我爸爸 我恨他 恨他为什么生出来 不管我们不管这个家 然后过年的时候 我就发现这个事情 彻底的在一起 那在就是不管是他们离婚前 还是说离婚以后 你们孩子们观察到的 感受到的 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 是什么样的 不好 从小就不好 从我们六岁开始 我六岁妈妈出去打工 就是和爸爸吵架之后 妈妈才走的 家里面吵架 最初的原因就是 爸爸因为烧烟这个事情 他不戒烟 因为烧烟对身体很不好 我妈妈很担心他的身体 一想三个孩子 想让他把烟戒掉 然后对这个家庭负责任一点 但他就是为了要抽烟 为了要自由 然后他就跟妈妈对着干 你怎么理解这份 爸爸所说的自由呢 他追求这份自由的同时 为什么连我们他都不管 自由也是要承担一定责任的 对 那他们下一个 不管我 你觉得是分开 还是像爸爸所说的 他希望是复合的 他希望是复合 那我怎么相信他 或者你们说 我怎么敢 让你和妈妈单独在一个屋檐下 你知道高考完 我在场里面打工 我听到 爸妈妈吵架了 爸妈当时跟我说了一句这样的话 他说如果惹生气了 死一个都没关系 我当时凌晨上完班 我上了夜班 我在亲事 我一个人哭 爸爸说的这个话 但是我特别担心妈妈的安全 我第二天我就辞职回家了 因为他们打架这个事情 我特别担心 我甚至不希望他们两个人在一起 我宁愿他们分开 我只要我妈妈的安全 了解 好 再见 好的 谢谢 再见 郑先生 赞同女儿说的吗 实在是对不起她们 对不住 对不住 嗯 我想到她是对我确定是什么 女儿从她的角度看到了 妈妈这些年的不容易 作为一个女人 作为一个母亲的不容易 郑先生看到了吗 嗯 我都想着 叫她看啥子原谅我嘛 啥子真心的想不想过自己 看能不能得到她的了解 拿什么去得到她的了解呢 有实际行动上 就自己改变和自己的态度 从今天眼前做起来 还有吗 说不出来 表达不出来 表达不出来 心里有数吗 有 心里有数啊 有这么多年 我真的是上市够了 我觉得没有希望 我就是说你找到你的真爱了 现在我也该计算我以后的生活了嘛 过自己的了 对 在女儿眼里 母亲就像一只木桶 装下了庄稼 装下了儿女 也装下了眼泪 她不堪重负 老旧斑驳 而生活始终滴水不漏 如今这个辛苦了大半辈子的女人 也想去寻找自己的自由了 儿女哪还有理由去支持父亲复婚呢 既然郑先生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调节现场 也表达了自己的忏悔和歉意 观察员老师们 又是否会支持她复婚的诉求呢 主持人张婷发起了一轮投票 知不支持他们复婚 如果支持的话就选蓝灯 如果不支持的话就选红灯 好 准备 3 2 1 果不其然 过半数的老师都不支持他们俩复婚 而观察员苏丹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 两个不适合在一起的人 连气味都无法相容 我是不主张你们复合 有两个核心的原因 两个人相爱和相处 他有一样就是 嗅觉的融合是非常重要的 在这里大家可能都不能理解 你为什么总是叫对方戒烟 而且你最初你为什么在他抽烟的时候 你就嫁给他呢 很多人有这样的疑问 这是因为在早期的时候 年轻的时候一个人抽烟 他身上的气息没有那么重 或者说他身上还有更浓烈的荷尔蒙和其他的东西 会吸引到你 而盖过了这个气味的厌恶度 但随着他身上的气息 尤其是这个你讨厌的气息 越来越浓 再加上其他的相处 又不是特别的舒适 你对这个味道你就会更加的反感 所以在心理学上 嗅觉不相容的人 他的关系是更容易崩裂的 那第二个核心原因是 我感觉到女方在这个婚姻中 没有什么幸福度 在这里我感受到的这个婚姻是非常功利的 男方在这里要复合的原因是什么 是女方在这个家庭里面足够的奉献 在这个家庭里面你是有功能的 但是女方在这里面需要的男方的功能在哪里呢 因为你女方勤劳苦干 而且顾家而且照料孩子 这些都是你在这个婚姻中的功能 那么女方你在这里面 获得的男方的哪些功能呢 在你们两个人的这么多的对话里面 我没有找到 所以这是两个非常核心的要素 在法律上你们是单独的个体 所以如果是女方挣的钱归女方 男方挣的钱那就归男方 双方是互不相扯的 如果是有共同的合作对外投资 那么产生的亏损呢 那就按约定来承担 投资也是按约定 像你们合作这个去养鱼 女方投了钱 如果是男方呢全部把它亏掉了 可能在法律上呢 还有一定的经济上的赔偿或者补偿 那么子女抚养 双方都要履行责任 尤其是男方 约定的你来承担 不管她是否成年 只要她还不能独地的生活 没有经济来源的话呢 都应该无条件的 想尽一切办法的去承担这样的帮扶义务 事实上呢双方这种离婚不离家 也反映出你们离婚的决心是不大的 甚至说是有斗气的成分的 所以我的总体判断 你们的感情是没有完全破裂的 如果你们确实是没有办法互婚 财产上也不要有什么牵扯 到时候可能会引起新的就训 刘女士有的时候 你看你自己对自己的要求非常非常之高 你是在我们的郑先生 已经很明显的出口的证据之后 你才舍得给自己 或者说赌气给自己做了一只头发 对吧 才舍得稍微对自己 还是带于报复情绪的这样的 对自己好一点 全面的让自己处在一个 不能享受 不敢享受 全盘克制 全盘牺牲的这样一个状态当中 当我们习惯于这样一种牺牲的状态 在婚姻当中危险 那个男人他会习惯你的牺牲 几十年来不做一只头发 谁都不舍得买一瓶 关键是你把钱寄回家 他那就打牌了 他一边享受你的牺牲 另外一边他还会觉得 因为你牺牲带来的你身上 丧失掉了一些女性的魅力 就是觉得你这个人不够吸引人 没有外面的一些女人 活灵活现 所以当你是一个全面牺牲的态度 在婚姻当中 你自己就会非常危险 相比较你的丈夫来讲 你有很多的精神上的需要 你用的那些词都很先进 自由 忠诚 白月光 这所有这些词都在说明 其实你内心对于婚姻当中 是有很多向往 有很多情感的需求 但是你在这方面 没有过多的去展现出来 你只是一个用在 去批评对方的时候才会使用到 那你在生活当中 为什么不可以往这些地方 稍微靠一靠呢 就是她在追求自由 为什么你不可以追求一点自由 她在追求白月光 为什么你不可以 把你们的婚姻想象得更美好一点 为什么就是要全面牺牲 为什么要那么苛责 给自己松一松绑 稍微享受一下 稍微放松一点 同时你也可能 为这段婚姻松绑 第一个呢 就是你们两个关系问题 为什么女儿看到这个父亲 转钱给别人很不解啊 刘女士失望很痛苦啊 很难受啊至少啊 理论上 你们离老婚 互不相干 但 郑先生 你这个属于什么呢 叫劈腿 你那一边是希望她回来 但同时 你又向其他异性表达情感 同时追求女性 这个其实是劈腿啊 那么所以 刘女士的反感是合理的 女儿的反感是合理的 第二个呢 从现实的角度来讲 婚姻有两个选择 一个叫人 一个叫家 人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为什么愿意同意 考虑复婚呢 我喜欢你这个人 还有一个就是 我并不喜欢你的很多方面 可是 我要一个家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郑先生提出复婚 很有可能 首先考虑的是人 你刚才也讲了 就是你希望有一个 顺便照顾 互相照顾吧 或者某些方面 能照顾你的人 但是为什么刘女士犹豫呢 按道理 刘女士你犹豫是你 你适与不了她的烟味 她又改不了 你确实不要考虑复婚嘛 但是刘女士需要一个家嘛 所以如果把这个东西 分清楚的话 我觉得就简单了 就是先以更低需求的人为准 就是你们俩先组成一个家 但适当地分开 又有家 又保持距离 然后看情况 这么一个现实的选择 当然 这个取决于更低需求的 刘女士的意见 一个家庭最大的悲剧 不是困于贫穷 而是互相消耗 调解员胡建宇认为 在情感关系没有理顺之前 复婚与否可以延后在意 可以等到孩子们毕业 各自找到工作了 再来商讨情感的归宿 这一点恰好也是刘女士 此刻所期望的 来到密室之后 她向观察员王江 吐露了自己的困境 这个家也都是说 无聊小孩子嘛 家还是爸爸的有 但是说对这个婚姻 我一点新闻都没有 怎么说来 我也不知道 我究竟在她那个家里 待得了多久 现在我又没有出路 就是还是要出在那里 对吧 嗯 现在还有连接吧 就是什么鱼塘啊 什么什么之类的 对 现在只是有那个鱼塘这些嘛 对啊 鱼工 两人有着共同的产业 需要打理 鱼司 刘女士也需要时间 去寻找新的住处 所以基于现实的考虑 两人离婚不离家的现状 可能还得维持一段时间 而这段缓冲期也是留给郑先生 最后的机会了 如果她能够说 达到这个不抽烟 不喝酒 不出去 这样子跟别人 跟别的女人那样子乱搞 我们这个小孩子的这些一切开支 她要承担起来 我也可以适当地考虑一下 就是说跟她一次机会 看她怎么改变 刘女士没有把复婚的路堵死 那么成功与否就全看这段时间 郑先生的表现了 而观察员王江 则希望提醒刘女士 我们在给别人打分时 也要注意自己 在生活中的分支 我可以做一些什么调整 比如说你给孩子创造的是 我很苦 妈妈很苦 那孩子也会觉得 我不能幸福 我要幸福 就违背了妈妈的那个苦 你愿意把这个苦传递下去吗 所以你要从现在开始 要做一个快乐的妈妈 你首先要笑起来 你刚刚笑起来就挺美啊 对不对 好不好 我第一点 我可以让我自己开心 可以吗 可以 从现在开始 偶尔也去搞搞下头发 偶尔也可以给她自己 买一件衣服 这个一点 这个是可以做的吧 多一份爱好 多一份美丽 多一丝笑容 每个人都能在生活里 一意生辉 言之于此 刘女士 当下只剩一个担忧了 但是凭着你没经历了这些 这么多案例 你看她会改嘛 我就不相信了 那么郑先生到底值不值得相信 又能不能改呢 带着疑问 我们来看密室的另一边 小孩子两个双双六岁的时候 都幼儿圆了 她都去打工了 就是我在家里带着三个孩子 她因为我这个人还不可谱 你看我的背套得怎么样了 背是弯的是吧 这个背是弯的 哎哟 可怜了 痛吗 痛啊 就是现在做久了 就是现在做久了都痛嘛 原来是痛的嘛 这个手也不对啊 你看你这里 这怎么都是刀疤呀 今天是我们见了两天 我在砍柱子嘛 在我们老家砍柱子 啥的嘛 不容易 然后她说我认为我不努力嘛 她就说我就是得 就是得靠她心情 砍柱子 砍熟子 反正是苦力活我都干 无需过多解释 郑先生相信 这些生活刀劈腐杂留下的痕迹 足以说明自己不是一个 抛家弃子追求自由的父亲 至于拖欠孩子的学费生活费一事 她也是有苦难言 今年正月 2月27号出去打的工 5月1号回的家 就是我们的公司里面那个钱 把它打不到了 打不过来 所以说孩子的生活费 都是我跟别人接的 郑先生的眼神很真挚 身上的伤口也确实触目惊心 但观察员廖喜玉 也适时地提醒郑先生 眼下想复婚 不是光靠吃骨耐劳就能解决的 说起心里话 你们两个人 真的是为了孩子为这个家 真的都在尽情地付出 但是你在赚钱的同时 为了你这个抽烟 你肯定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婚离了 你为了所谓的自由 是吧 那我要自由至上 我要抽烟 我不要爱情 那你不是 你这是没有责任心 他跟你付了婚 你能带给这个家什么呢 如果你还去继续抽烟 甚至还有暴力 甚至对感情还有不忠 那你就看不到未来 改变一点 好吧 好吧 改变 密室里郑先生置地有声地说要改变 可当我们把刘女士的条件 形成文字 拟成协议 白纸黑字放到她的眼前 她还能像现在这样笃定吗 别着急 密室过后 我们再见分享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条件 密室环节结束了 我先把协议给两位当事人念一下 协议内容如下 一 乙方也就是南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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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我们到时候我熄悉你一次 就看你第几个鱼的表现 诚恳的吗 诚恳的 一天抽几只烟 以后从今天一起不抽了 好难戒 戒烟很难戒的 今天都不抽了 我都烟都交给他了 不要了 不要了 尽量戒好不好 我们还是提倡 对对对 还是提倡不要抽烟 然后你这边刘女士 对她多一点正面的话 正面的鼓励 你说今天不错 表现不错 比以前好了 慢慢地 这样你们这种互动就来了 这是一种非常走心的互动 这种互动多了 很多事情可能你们看法 感受宛然不同 我们相信你好不好 好的 谢谢 坚持 为了爱 为了家 好的 谢谢你们 在调解的最后 郑先生毅然扔下了 那象征自由的烟盒 牵起了妻子的双手 这一刻 他似乎找到了 比自由更为珍贵的东西 所谓自由 从来不是随心所欲 而是自我主宰 被自身欲望 惰性喜好牵着鼻子走 弹劾自由 牺牲家庭 罔顾责任换来的自由 又与自私合意 在这里 我们也想告诉更多的男男女女们 婚姻和爱情 从来不是自由的牢笼 是我们出于珍惜和责任 甘愿为自由 戴上了金箍 爱即所爱 便是自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